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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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爱德华下梯子时不小心伤了金发妹 此时被金发妹的男友看到了 并以此为理由赶走了爱德华 那晚 爱德华因救金发妹弟弟不小心刺伤了她的脸 此时上去劝阻的人也被割伤了 无奈之下 爱德华跑回了城堡 金发妹和她的男友也随之赶了过去 到了城堡 男友和爱德华激烈地打在了一起 最后 男友被爱德华刺死了 此时警察和邻居都到了城下 金发妹拿了一个和爱德华一样的剪刀手跑到了外面 并告诉大家他们都死了 就这样 故事结束了 镜头一转回到了讲故事的老太太那边 原来她就是那个金发妹 小男孩问奶奶怎么不去找爱德华 奶奶说她年轻美貌的一面留给了爱德华 而每次下雪就是生活在城堡里的爱德华 因想练 金发妹就会用刁兵来缓解对她的死亡 故事结束 只是一部我拿着刀就无法拥抱你 我放下刀就无法保护你 从开头到结尾都感人的故事 好了 每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